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爷俩在京城无钱无聊 没法子 只得沿街要饭 老人年岁大了 得了病 姑娘愁得没办法 这天清早 姑娘急得无奈 来到护城河边寻短见 这刘庸正好出来 听见这哭声寻声而来 姑娘一瞅正住了 这人不就是随干爹一起到我家的那位先生吗 连忙上前双膝一跪 这一跪刘庸仔细一看 认出来了 哦 是皇上的甘闺女 于是 第二天一早 刘庸带着妇女俩进宫去见乾隆 乾隆这时候早就忘掉 当年的受恶了 如今怕别人知道这件事 笑话皇上和乡下老攀亲 想赖亲 可妇女俩手中 有自己的黄手帕 又有刘庸作证 怎么赖得掉 只好把二人宣进宫来 找了个住处 没成想皇宫里虽然不愁吃 不愁穿 可凡文入节多得要命 皇亲国戚 文武百官 代位太监都是势利也 老人家可受不了 本来就是病歪歪的身子 在家连经代下 没多少日子就死了 厌弃之前 主妇女儿把她的尸骨葬在家乡 打折儿以后 就剩下姑娘一个人 姑姑连龄地待在宫里 皇妃 公主见她长得漂亮 很嫉妒她 常常冷言冷语地挖苦她 王爷 太子 王孙们 见她长得端在秀丽 与福晋小姐大不一样 都对她不怀好意 总想欺悟她 太监 丫鬟们也因她出身贫贱 又给不起赏钱 看不起她 时不时的 也指桑骂怀地数罗她一通 姑娘整天眼泪泡着心 日久天长 就憋出病来了 没多少日子 姑娘就病得不行了 几天水米没沾牙 昏昏沉沉的 宫儿这才害了怕 回禀了皇上 乾隆无奈 只好来看她 可姑娘已经病得不行了 第二天 姑娘就死了 宫女禀报了乾隆 说姑娘临死前要求皇上 把她和她爹爹的尸骨葬到家乡去 乾隆说 埋了算了 皇上这样说 太监们察言观色 就弄了个薄皮棺材 想着省两钱 打发了完事 可是出病那天 愣是八个小伙子还不动棺材 乾隆听说 按道莫非姑娘心中有怨 这时刘庸说 姑娘虽是一女 可也是格格 得按公主葬仪才行 乾隆只好传指 把姑娘后葬在了脆微路这地方 人们都管这座坟叫公主坟 据说后来修地铁时 曾挖出凤关 确实是清朝格格的